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无垠的缝隙 你把梦想写在蓝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认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偏偏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轻松 祈福 陛下陛下 陛下奴才给您道喜了 何喜之有 购义夫人欣天小黄子 小黄子又白又胖 一脸的贵相 真的 真的 来 来 陛下 快扶朕起来 陛下 陛下 太医要你老人家卧床静养啊 朕最烦的就是那些个庸医 除了让你吃药没别的本事 朕要是真那么糟糕 还能生出大胖小子来 那太医给朕生个看看 陛下 陛下是红福齐天 宫里上下都在为您高兴 而且嘖嘖称奇 他们有什么可奇怪的 陛下您是忘了 购义夫人此番怀胎 非比常人 足足怀孕十四个月 没有能错 陛下 奴才就是有一万颗脑袋 岂敢在这上头 有半点差池 自够与夫人受宠幸时起 奴才是一笔一笔 都清楚地记录在步 其怀孕时间一点不错 足足十四个月 王子龙生如此异常 地饶是怀了十四个月 生下来的 现在 狗义夫人生了一个 怀孕十四个月的孩子 不知是好还是不好啊 可不是嘛 宫里上下都是这么说 陛下 您可能还没见过小皇子吧 小皇子 非常可爱 辉煌至极 而且还富贵至极 像真 像 像 像极了 尤其是那眉眼 呸 您瞧我这张嘴 什么都像 简直就是活脱脱一个小陛下 就连那哭声 都透着陛下的底气 自不累赴 让朕愁了二十年 好啊 为了表达朕的厚爱 也为了嘉许 沟义夫人的辛苦功劳 船长 从今天起 改沟义宫门 为姚母门 看 挂下来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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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大人 见见见 儿啊 娘的眼睛不好使了 你能帮娘把线给穿好吗 你知道皇上受赵劫与姚母称号 本来皇上对太子就不满 昌义王刚刚有点儿希望 却又冒出来个新皇子福灵 是啊 我也正为此事闹心哪 皇上年老多病 在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现在你大将军 虽势头向上如日中天 但只怕一旦为太子计妹就完了 母后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秀啊秀的 这有什么用啊 娘啊是什么都看不见了 可是我看来 皇上赏赐的不仅只是一块匾额 你我两家是肉脸着肉 咱们不能让他当上未来的皇上 何不趁着皇上和太子有矛盾 加上魏卿现在已死 魏家的势力衰落 已成定局 这就是机会啊 何况皇上对李夫人的感情经久不衰 再者 目前朝廷要论军功方面 没人能超过二十将军你 现在丞相之位空缺 朝中丞相要是能由我来出任 那对昌义王就更有利了 皇后省在 我还是太子 父皇怎么能赐名姚母呢 肯定是有人知道父皇 最近对我有许多不满 从中挑动 想改变母后和儿臣的地位 所以母亲一再提醒你 不要总是逆着皇上揽事 但是 重大的事件 要留给皇上来裁决 我的天哪 母后现在说的 与当初司马迁所言 简直是一模一样 那儿臣该如何去做 这司马迁就聪明 还不是一惹怒皇上 就成了废人 我想来想去 觉得皇上召改勾议门为妖母门 那绝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深思熟虑了 我看皇上确实是 已对太子早有不满了 但目前只怕他还未下决心 我们必须要多倍棘手 稳操胜算哪 将军高明 皇上总说子不累负 其实就是对太子不满意啊 皇上要是对太子都看不清楚 那他还算什么明察秋毫啊 那 那你说 这往下咱们该怎么做呢 把单树变成双树 见联合其中的一家 斗倒另一家 此为上策 就是说联合勾议斗倒魏家 那是当然 可是勾议夫人那里 谁又能说得上话呢 若是能把太监苏文拉过来 苏 那自然就说得上话了 自从春驼死了以后 皇上身边管事的就是她 李勾议夫人其实也全靠了斯文 联络她 这小子 的确是像朕哪 给我啊 好 行嘞 儿子 这哪儿是我逗你玩呢 是你逗你爸爸玩呢 的确是像朕哪 来来来来 亲一个亲一个 陛下 臣妾曾经向陛下 推荐一位初始匈奴的使者 他已经从匈奴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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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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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位从赵国来的江冲 臣妾知道陛下 一向喜爱摧毅豪强的勇士 陛下这 加之臣妾也是赵国人 很以这位同乡为自豪 所以臣妾自作主张 叫苏文把他召来了 不知陛下想不想见见 陛下 陛下 江冲从匈奴回来 正在门外候旨 是吗 既然是沟义夫人 推荐的老乡 那就让他进来见见 诺 朕也想见见这位 大名鼎鼎的江冲 传江冲 小的江冲叩见陛下 都说啊 艳照自古多奇事 果然不通凡俗啊 小的并非馊巧烈奇 故作惊人之举 那朕问你 你穿着这身胡服 打算干什么件 小的并非馊巧烈奇 小的刚刚从匈奴回来 所以特地穿了他们的衣服 小的还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匈奴语言 朕已经向匈奴派了几批使者了 可都被他们扣了 他们怎么会善待你呢 小的以为 过去派往匈奴的汉朝使者 杨刚有余 灵活全变不足 故而收效甚微 显汉兄强弱已分 关系发生根本的变化 朝廷应应变质疑 对匈奴也不宜老师居高临下 应该让匈奴人 切实感受到朝廷的善意 甚至可以怀着 向弱小敌人学习的谦逊态度 此次大蝉鱼请小的禀报圣上 将立即派使团来朝警供 那这道真实间 前所未有之事 看来你挺能干啊 行 是个人才 陛下 以臣妾看 这样的异才多难得呀 还该让他多管点事 臣妾夜来老听陛下念叨着 现在的豪强贵气太不像话 就拿那个杨陵大侠来说吧 陛下已经指示了几次 可是到现在呢 还是不能归案 像这样的侵犯都能逍遥法外 不是执法不利 又是什么呢 陛下 勾异夫人的话说的有些道理 现在豪强又起来了 烧杀抢掠 横行无忌 确实也需要一些奇才异能之事 打呀打呀 你江冲就做朕的 直指绣医使者 直接对朕负责 专门都府三府盗贼 督察 贵气庭臣 不法之事 小太愿誓死效命于皇上 你太多了 了 你这才强要的 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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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个换子 怎么猜的 还有一点 你把这个换子 我们把这个换子 拿下刺客 抓着刺客 抓着刺客 快拿下 这边 快快快那边 抓着刺客 快 去那边 快 快那 这边 那边 那边 快 快那 拿下他 抓到此刻了吗 启禀陛下 宫中的所有角落都已搜紧 可还是没有见到刺客 你的意思是说 朕在撒谎 臣实在不敢 拉下去 给朕砍了 皇上 皇上 臣找 皇上 臣冤枉啊 皇上 关闭长安城门 全城搜紮 驾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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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驾到 李将军 臣在 近点儿 丞相之位空缺已久了 你二师将军 觉得 朕可用何人为丞相啊 陛下 陛下 平身吧 谢陛下 陛下 如果是举贤不避亲的话 臣想 啊 要是举贤不避亲的话 臣以为 立刘区毛为相 比较合适 啊 刘区毛 刘区毛是你姐夫 倒还有些才能 而且还 太子来了吗 回陛下 昨儿就已经告知了 告知了没有 为什么姗姗来迟 是 父皇 太子怎么来晚了 回陛下 儿臣乘坐的马车 早晨由家奴驾驭时 不慎驶到了迟道上 因而被指指秀医师者 将冲扣留 儿臣多方通融未准 他非要以儿臣的车 驶到迟道上定罪 所以儿臣来宫时 只能另择车程 这才耽搁了 这个姜冲果然了得 作为人臣 本就该奉公守法 传诏 圣江冲 为水恒都位 不认为 皇上 现在什么人都不见 让他们回去吧 这好吗 毕竟是皇后的家人 宫中的制度 您看我 我说你们这些门侯 被收拾的还不够是怎么着 现在是什么时候 一切以皇上的健康为第一位 皇后和太子的家人 一律不见 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父亲开始怀疑儿子 儿子开始警惕父亲 妻子开始疏远丈夫 群臣开始畏惧他们的皇上 这样一来 唯有那奸命小人 大行其道不是 不要再说了刘具 都什么时候了 就不要说这样出阁的话了 父皇 父皇连便也不见 一点消息也不给 儿臣 儿臣只想知道 究竟是什么人从中挑唆 让父皇生出如此的仇恨和戒心哪 不要再管了 刘具 总得有个说法不是 公孙鹤死后 丞相只为由刘屈毛继任 刘屈毛又是李广丽的至亲 李广丽又是我兄弟昌义王的舅舅 显然这后头别有名堂 你是真不了解你的父皇 既然父皇已经委托我在他 不再也是过问朝政 面对这种事情我不能听之认知 我并不在乎这个太子位 还能不能保得住 只担心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 父皇一旦有所不讳 国家和列祖列宗的基业如何传承啊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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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ğ的官员 太队了 太队了 有没有太队了 怎么还可以 可愿 此人善观妖气 陛下见见如何 什么人 这湖是匈奴人吗 陛下 小的是月之人 小到发现东南方向 有漫天的妖气 妖气来自东南 妖气都聚在皇宫中 必须根处 要不陛下的病绝好不了啊 你是说北阳宫 长老宫 还是太子宫 叫火光进来 臣叩见陛下 你着 你着陛下 水亨都尉将冲 待安道侯韩月 于是张感 还款苏文 进攻绝地挖苦 这是什么 增河二年发生的搜查乌骨风暴 刮了整整两年 狂风吹遍了长安城 近两万人受到株连 丞相公松贺父子死于狱中 连皇后魏子夫的姐姐也未能幸免 以至刘彻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 以及魏青的长子均被牵连 而这一切仅仅是拉开了悲剧的序幕 女儿啊 我的女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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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旧闲 各个派出探 很远 有两育答案 有两育答案 近2020 抛稼 近2020 这儿 所有可疑之处都要挖掘 听着 挖完了前殿 挖后宫 后宫挖完了挖太子的身殿 离处也不能放过 这儿 快 来 快点 快点 这边 快 走开 这边 走开 快 你 带几个人去那边 是 走 走开 快 快 你们这么下折腾 还能不能给我留一寸 安身之地 奴才只是遵照皇上的诏命 实在是不得已 请皇后娘娘见谅 你们不好好地侍候皇上 去专搞这样的旁门左道 这些胡乌到底是什么人 我看是替匈奴来报仇的吧 太子 王八蛋 将冲冲冲 将冲冲这块人之嚣张之急 老师 父皇 父皇怎么能嫌弃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流氓呢 看来有些人 不把汉室的天 给捅塌了 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终于 mira 继续搜查 诺 所有证据的一律集中放 诺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我就不信他们能无中生有 父皇为什么不见我 门都不让进 我几次派去汤泉宫的家属都被挡了回来 简直弄不清楚 他老人家究竟是怎么想的 太子就没怀疑过皇上是否还活着 太子难道忘了秦朝末年 赵高炸杀扶苏而立胡亥的故事吗 你是说 难道这一切都是由奸人有意安排的弥天大谎 太子 不好了太子 太子不好了 姜冲他们在您的书房里挖倒了许多木偶 还有巫书上面写的都是写大逆不道之言 太子 冷静 皇上特使到 皇上特使在何处 在宫门口 从汤泉宫来的 请都尉大人请去接旨 即可对我收好证据 诺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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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要谋犯你 拿下 你江冲才是斗胆谋犯 太子不要冲动 卑职奉有皇上的诏命 哼 为社局栽赃 要置我于死地 我今天先办了你 太子 铁正如山 罚王难逃 你就是杀了我 哼 恐怕也救不了你 皇上也有圣旨 皇上不在朝时 本太子监理国事 你现在狡诏谋反 本太子现在就斩了你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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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拷留所有军事 烧死这些虎 立刻去常乐宫位央公 搜捕那个太监苏文 都快点 呃 臣接旨 韩玥 苏文呢 你看 你是什么人 见到来时还不下跪 跟皇上到汤圈宫的随缘我都认识 怎么没见过你啊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刘军 出什么事了 母亲 那姜冲一伙自己带着偶人埋在我的宫里又挖出来 要栽赃陷害我 现在姜冲一伙已经被我行犬斩绝了 我本应立即去汤圈宫乡父皇禀报的 可是那个苏文他已经逃了出去 必然会到父皇那儿恶人先告状 我看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我准备以监国太子的身份召令群臣百官 将所有的奸党全部逮捕 弄清阴谋的始末 然后然后再向父皇做个交代 母亲 母亲你笑什么呀 我看你现在这副样子 这才真像是刘彻的儿子啊 我笑你枉担了几十年懦弱的虚蜜 骨子里还是有你们刘家人的种姓啊 母亲 现在不是说笑的时候 你要支持我 儿臣现在已经别无选择 唯有一拼才能自保啊母亲 陛下 造反 太子能有这样的胆量 哎 启禀陛下 太子已经杀死了姜冲 还有那个韩月 扣留了守城军士 还 还公然违抗诏命 要不是奴才跑得快的话 嗯 是不是你们挖出了木偶 逼太子太深了 嗯 是不是江中过意夺夺逼人 逼太子杀人的 总然是死 也要死得清清白白 六军 要做就做到底 把奸人都除掉 请母亲下令 让长乐宫所有卫士会儿臣指挥 打开兵库分发武器 御马园所有马屁一律调出 供骑射武士使用 你要先通告百官 父皇重兵为奸人所必奉赵陶贼 迅速控制全城 臣兵备战 要告诉老百姓 今后停止对外用兵 释放那些为躲避姚蚁 而被关押的无辜犯人 争取迷信 儿臣遵命 你立即领兵占领丞相府 让刘区毛立刻来我这报道 如若不从 斩了他 你立即领兵占领 你立即领兵占领 皇上病重 存亡难料 奸臣抑郁作乱 太子起兵逃逆 向百姓分发武器 维持京城治安 诺 你 长官 立刻赶往长安大狱 宣布照命大赦囚图 将其中的军人 武士以及赶死之士 全部组织起来 以应付不测 诺 我 剩下两件最重要的事 一是调动长水宣渠的湖稷 一是联络北军的仁安 怎么样 小的见太子那里警戒森严 臣兵备战 就没敢进见 见了皇上 你不能这样说 奴才亲眼看见太子 造反千真万确 他已宣布登基执政 奴才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再说一遍 太子造反千真万确 奴才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这个不孝之词 真要向他老子开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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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一遍 臣叩见陛下 巫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今城已大乱 丞相要臣送来了这个 他写的这些报告杂乱物章 那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 太子发兵围了丞相府 丞相不敢以太子敌对 至身躲了出去 隐寿也没来得及拿 所以 丞相干什么呢 丞相不敢露面 也不敢擅自发兵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躲什么躲 那杀将冲 朕可以宽恕他 但他公然要改变朕的方略 释放牢中求犯 朕还能饶了他吗 火光 朕在 替朕拟诏给丞相留去毛 你就这么写 镇压叛贼 执行国法 封锁城门 休让凡者逃脱 好 避免断兵相接 以免百姓伤亡过大 懂吗 懂懂懂 被臣一定转达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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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狼马通 你去执行陛下的命令 诺 一招 调法三幅附近各县并定 有中二千弹以下分别率领 统归流去毛 指挥兵判 诺 你们几个人分别带上福捷 立即赶往各县传达诏令 诺 走吧 别太急了 诺 霍大夫 行刑十分危急啊 陛下此时不能回味阳宫啊 那怎么能让臣民们知道朕的真实情况 请陛下赞助城外建章宫 臣以为这样就足以威射叛军了 臣则设法向外发布消息 好吧 就去建章宫 来 太子殿下 你怎么亲自来北军大营了 顾北军使者仁安 此为调兵服劫 今圣上在汤泉宫病重 生死不明 流去毛趁机作乱 我以皇后和我本人的名义 命令北军立刻发兵 平息丞相的叛乱 没有皇上的虎符 我不能出动北军哪 你连我也不相信吗 我已经告诉你 皇上人在汤泉宫目前生死不明 击破丞相的叛军 就是捍卫朝廷 太子稍候 等我与其他将军商议一下 拐营门 诺 任恩 任恩 国家的命运全在你的手上 任恩 你回答我 任恩 你不想救朝廷于危难之中吗 请太子恕臣不敢从命 告诉臣民们 朕就在建章宫里 在亲自指挥平班 朕没有死 任恩的北军为什么不懂 还在观望什么 去告诉他 立即聚兵 协助南军在全城实行剿灭 所有的反抗者统统杀死 诺 立即聚兵 当火炎实行剿灭 陛下 宫中与外界的联络不畅 许多诏命无法到达 带上浪管雨林 朕要亲自到现场 陛下 使不得呀 那些人受太子的蒙蔽 朕就不信他们见到了朕 还要造反 外面刀光剑影 陛下如果有一点点闪失 国家将永无宁日啊 臣愿意代替陛下 立即赶赴现场 昭示陛下的真实情况 好吧 你替朕去吧 把朕想告诉所有的臣民们 诺 宫中有几个皇家风筝 一个时辰之后 全部挂出来 朕 都没人 的 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